嗨 大家好 我是娜娜Q 我發現好像每一支影片下面都會有人留言問我 用什麼相機拍影片 用什麼軟體剪片等等的問題 因為真的太多人問了 所以我就想說我直接拍一支影片好了 那在分享之前呢 我有先在IG上面收集一些大家想知道的問題 就是關於Youtube是怎麼製作影片的 今天的影片總共收入了12個詢問度最高的問題來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 剪輯是自學的嗎? 是的 雖然我是設計師 但是我是比較偏向做產品那個部分的 所以過去是沒有剪片的經驗 那如果要問我是怎麼自學的話呢 很簡單上Youtube學 第二個 用什麼軟體剪片 我用的是Adobe Premiere 有很多人問為什麼不是威力導演或iMovie 因為我是設計師 我已經習慣用Adobe系列的軟體了 所以忍著再去研究其他不認識的軟體 第三個 用什麼拍影片 我跟你們說關於這件事情我一直很引以為傲 因為很多人不曉得其實我是用手機拍影片的 所以大家都一直在問用什麼相機拍影片 我沒有相信這種東西 我很窮 我只有手機 那我的手機是iPhone7 那拍影片的話我在外面也是直接用手拿 沒有用平衡儀 在家裡的話我就會用自拍棒 自拍棒的話我用的是Puroro的自拍棒 它的三角架可以立起來放在桌上 這隻還蠻穩固的 因為它有設計一個卡榫 那因為我是用手機拍影片嘛 所以通常都是挑白天的時候來拍片 下雨天還是太晚的時候光線不足 拍出來都很容易有顆粒乾 畫質也不是很好 然後有的時候真的很睡 一整個禮拜都在下雨 這個時候我就會打開自拍棒的補光燈 它的補光燈源有兩個地方 一個是握柄的地方 另外一個是假手機的地方 它可以調節亮度還可以調節冷暖度 有開真的有差 有開的話拍起來的畫質會好很多 那通常兩個我都會開 如果只開下面的話 我的臉會看起來很肥 第四個電腦設備 我用的是iMac Retina 4K 處理器是i7 記憶體是16G 第五個封面怎麼做的 我的封面大多數都是自己拍的 當然也是用手機拍 那這個時候我一樣也會用到自拍棒 還有藍牙的遙控器 所以不用再很狼備的開手機內建定時來拍全身照 那如果你要用來自拍的話 這一隻也是很夠 它雖然收起來小小的只有30公分 算是它可以拉長到85公分喔 而且還可以旋轉 補充一下 因為好像還蠻多女生知道這個牌子的 我現在手上拿的是新版的 它跟舊版的差別就是新版比較有質感 自拍感的顏色不是過去的那種鐵綠色 現在做的就是整個都是跟產品一樣的顏色 那封面後製的部分我都會先上傳到電腦 用Photoshop修圖 然後再用illustrator上一些文字做一些排版 第六個錄唱歌的麥克風 Zendesk Tour的影片有跟大家介紹過了 我的麥克風就是這一隻BlueYouty的 那我只有在唱歌的時候會接這個麥克風 拍影片的話不會特別用麥克風收音 休息一下 給大家15秒的時間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想先收看最新影片 第七個拍影片之前會準備什麼用什麼工具 我會先把我每個禮拜六發布的影片先記錄在Edo Agenda上面 Edo Agenda就是我用來記錄子彈筆記數的APP 還不知道的朋友我把影片連結放在右上角 那除了發布的紀錄之外呢 我連什麼時候寫腳本 什麼時候拍片 什麼時候上字幕 什麼時候做封面也都會記在上面 另外寫腳本的話我是用Google Drive 雲端的好處就是我隨時隨地一有空的時候 我就可以打開來寫 第八個拍影片的靈感 以及如何選擇內容 拍影片的靈感當然是來自於你們啊 越多人想了解的事情就是我優先選擇的內容 第九個如何一個人面對鏡頭講話 以及如何克服剛開始拍影片的尷尬 這個的話真的就是多嘗試耶 習慣了之後就會覺得這個就跟喝水一樣啊 不過有人在旁邊的話我通常都拍不下去啦 會覺得很不自在 第十個有特別訓練口條嗎 沒有 第十一個怎麼分配正職工作跟Youtuber的時間 Youtuber的工作就是利用下班的時間來執行 因為我的時間真的很少 所以我一定會用Edo來做排程 哪一天要完成哪個階段都會記得非常的清楚 週末的話我反而不太會剪片會想要休息一下 頂多看一下影片發布後的數據而已 第十二個拍片的動力 無庸置疑就是我的夢想版 夢想版是幫助我達成目標一個很棒的工具 我非常的推薦因為我很相信是引力法則 想多了解的朋友把影片放到右上角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搶先收看最新影片 請訂閱我的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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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訂閱我的頻道